2018年6月30号的下午 台中市西区草务道 有一场大台中青春嘉年华活动 因为已经到了暑假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 为了提倡青少年一些正当的休闲活动 宣导反毒、反诈骗、反原教、反帮派 才选择在周末的下午三点半开始 举办欢乐、热闹又有教义意义的青春专案活动 主办单位邀请了15个学校团体前来表演 并且邀请反毒艺人饶欣欣担任代言人 选美达人朱真瑶担任主持人 配合市政府各单位设置宣传摊位 台中市政府秘书长黄景茂说 为了配合花博宣传 市政府还出动了十虎家族 加上台中市警犬队登台 让整场活动丰富又精彩 在暑假期间我们希望说 由市政府各局处规划的一些比较正面的 比较安全的 比较属于体能还有义务活动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参加 事实上也让家长安心 活动一开始 主办单位就举办一场适施反毒仪式 台中市警察局长杨渊明也亲自到场主持 杨局长在接受各大媒体访问时表示 举办这场青春嘉年华活动 只是一个开始 台中市警察局会在暑假期间配合各单位 取得学校跟家长的合作 以积极主动的作为 全力维护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提高台中市全体市民的幸福指数 对于我们除了青春专案之外 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执行了 第二波的安居气毒专案 那这部分我们对于青少年经常活动的场所 我们也会加强来查查 那我们也会借由相关的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犯罪预防宣导 来引领我们青少年远离毒害 让他能够过一个非常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 今年的大台中青春嘉年华活动 一开始由台中一中一队担任开幕式 冯甲大学管夜社担任压轴 参加演出的十多个团体 在中午过后就到现场排演 希望能够展现他们最精彩完美的一面 等到真正上台之后 更是卖力的演出 赢得在场同学跟民众的欢呼跟肯定 吉他店都关了只有他二十四小 我也喜欢吃小吃 但是老板已经睡了 我不喜欢考试 饭还考卷早就褪色也对了 我也想当老舍歌手 眼睛不会红的那种 我撑不到4 to 0 除了有精彩的演出之外 包括主办单位跟国际福人社3461地区 国际市值会300西万区 台湾传播媒体协会 台中市议员曾草荣服务处 都提供很多摸彩品 还举办有奖增达跟闯关游戏 吸引很多民众前来参加 几乎把整个草务道 都挤个水泄不通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 将来还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打造幸福安全快乐的台中市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